大家好,我是大叔 歡迎收看我今天的影片 今天大叔要跟各位分享什麼呢? 讓我們繼續給他看下去 不喜歡吃喔? 很喜歡吃喔? 想不想吃? 喜不喜歡吃? 爸爸釣給你吃好不好? 好 好不好? 爸爸釣給你吃好不好? 好 好,想不想吃? 好 開不開心? 開心喔 我們OK煮得很好吃 研製OK 這個做法現在是目前我們覺得 煮起來是最好吃的 重點是我小孩超愛吃 我老婆也覺得好吃 好吃嗎? 好吃齁 對啊 讓這隻魚發揮到他最大的效能 就是沒有虧給他 最大 好大 可以吃喔 釣給你 對不對 你想要釣的啊? 就釣的啊 你想要釣嗎? 龍舟的 龍舟? 你們白是去花獨木舟 那我們現在要把那個皮剝掉 然後吃裡面的肉 這個可以鎖住他的肉汁的鮮嫩 好功夫 好功夫 好 那我們要餵兒子吃 他真的很喜歡吃喔 對 他那個肉很鮮嫩 小心魚翅喔 爸爸看一下 好 吹一下 有沒有流口水 你有沒有流口水 你在流口水 你在流口水 真的那麼愛吃喔 愛不愛吃OK OK 流口水了 你在流口水了 好 好不好吃 好吃 比棒 耶 拍拍爽 好 爸爸以後都釣給你吃好不好 好 哈囉 哈囉 好 OK 好 拜拜 拜拜 好 拜拜 嗯 要想念一次喔 應成說拜拜 拜拜 每次釣完魚回來 最開心的 就是我小兒子 都會說 爸爸爸爸爸爸 釣魚 釣魚 獨木舟 然後這樣子的 很開心的這樣在講 他看到魚 他會說OK 因為他常常聽到我在講OK 這個字 所以他會講OKOK 然後呢 他也非常喜歡吃 然後 所以我覺得很開心啦 其實這是 對我來講 在 周釣鹿芽以後 就釣到魚 然後把魚帶回來 然後呢 把它做成一個非常美味的料理 然後老婆也喜歡 小孩也喜歡 然後 然後這樣子讓我真的 覺得我做這件事情 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那 做這件事情 讓我很開心 想跟各位分享 那 如果喜歡大叔的影片 別忘記囉 請訂閱大叔的影片 OK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拜拜 拜拜